我忘记去定情更换零件 现代机器内部出状况 只能开启省电模式 真羡慕地球人不用定期更换器官 地球人还是有体力不足情况 像是考试时候大脑需要高速运作 这时候他们会吃上一条巧克力 我观察到地球人喜爱甜食不手软 不但手摇背不离手 还号称甜食有另一对味 吃糖能让地球人有力气继续做事 而且心情愉悦 为什么吃糖能恢复体力 因为高热量的糖 可以让人体的血糖值快速上升 补充能量 而且吃糖会让脑部分泌多巴胺 产生幸福快乐的感觉 难怪地球人这么喜欢吃糖 甜蜜味很难戒掉 但我常听到地球人怕怕不敢吃糖 有热量低甜度又高的糖吗 有的 我糖比其他糖甜度高 热量却相对比这糖和麦芽糖还低 地球人每天一杯的手摇语 就是加入果糖 难不成是商人用心良品 让大家吃甜甜才能减少热量 并不是 商人当然是以成本为第一考量 而且不管哪种糖 吃多还是会胖 饮料店为什么喜欢用果糖 饮料店使用甜度较高的果糖 会比这糖需求量低 降低成本 但是目前很多饮料 甜品糖使用的是人工果糖 成本就更低 虽然人工果糖甜度高热量低 但它会不均肝脏和胰岛负代谢转换 直接变成脂肪 所以手摇语还是要少喝 避免肥胖和代谢异常 糖 真的是令人又爱又愤 地球人是怎么开始会制造这种性剂的滋味呢 刚开始人类是从水果或蜂蜜摄取糖分 有一种神奇的糖 甚至是从发芽的古路熬制而成 发芽的种籽竟然会产生甜甜味道 系列 帮我谱谱甜味的历史 好的 这是我搜集到的资料 现代全世界砂糖的产量 约有70%都是来自于甘蔗 但是在古代 产自于南亚的甘蔗取得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当时老祖先甜蜜的滋味 可是来自于3000年前的巧合 老婆啊 本期的古物大风收 这个骨肠都堆得爆满出来了 真开心 别开心太快 连日的大鱼把那些满到外面的古物都淋雨发芽了 哇 那像这样麦子发芽还能吃吗 扔掉吧 很浪费耶 这样好了 我把有发芽和没发芽的mix起来住 看起来就没那么糟吧 哇 老婆啊 你这实在是太甜蜜了 真的吗 难道你说话那么甜 人家超害羞的 是这碗麦中 怎么那么甜啊 再来三碗 发芽的麦再加上古物熬煮 就会产生黏糊糊的麦芽糖 在古代就叫做形或仪 无论是古代 现代 甜蜜蜜的糖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 麦芽糖就是运用花芽中的小麦所含的淀粉酶 将糯米与麦里的淀粉转化为糖 这就叫糖化作用 直到今日 还有人会遵循古法熬煮麦芽糖 小神徒 我突及麦芽糖制作地方 发现会把小麦放在不见天律的房间里 难不成制作麦芽糖事项违法试用 那是为了保存花芽小麦里的淀粉 为什么小麦芽要用在暗室 麦芽如果煎了光以后 就会把原先储存在种子内的淀粉 快速地转换成葡萄糖 进行光合作用 以让植物快速地长出根筋叶 让我们希望把这些淀粉 留下来做麦芽糖 所以故意让它不见光 哦 因为没有叶绿素 所以麦芽才会黄黄的 然后吃起来还不会有苦味 解决小麦芽混合糯米 进行糖化作用 就有麦芽糖了 我发现师傅一大清早 把糯米蒸熟 才会和小麦芽 要是不蒸熟 它就能多些一小时 为了好吃麦芽糖 师傅不会跟你计较那一小时 糯米要蒸熟 淀粉才会释放出来 糖化效果才会好 糖化作用为什么要用手糯米 是用生糯米或手糯米来糖化 效果会不同用 我们用手糯米生糯米 分别加入小麦芽 加热到65度以后 保持恒温10分钟糖化 并使用糖度计测糖度 解剖熟糯米糖度 比生糯米高很多 糯米煮熟了 就会把生电粉的结晶构造打破 打到所谓的糊化 让它含的多糖 比较容易被水解成葡萄糖 糖化完之后 破滤掉麦芽渣渣 进入精炼过程 香甜好吃麦芽糖完成了 看地球人吃麦芽糖幸福模样 这就是多巴胺的威力 好想知道是什么感觉 我听地球人形容一个人表情很甜 或许也能感受到多巴胺魅力 是什么表情 我只能感受到背后一阵难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